各位同学,我们又上中士堂了 上一堂就完成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年轻人要救国 而执政者就是军阀 军阀被视为出卖国家利益 21条那件事件 所以很多年轻人就要救国 救国里面就是当时年轻人通常会选择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中国国民党孙冲生那边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中国共产党新兴的 现在我们就讲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 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 先讲背景 为什么会两个党是会一起合作呢 原因就跟这个国民党的角度看先的话 那我们就一定要看看孙中山 当时孙中山是想借着南方的军事力量 去恢复了临时弱法 但是最后结果就是失败了 那这个就对于孙中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因为他发现一样东西就是 每次失败其实都是有一个共同原因 就是他没有自己军队 他要依赖就是军阀的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成功了 那接着他这次失败之后 就研究这个革命理论 又是讲理论了 那是整个建国方楼的 而在五四运动之后 他看到这么多年轻人走上街头 所以他就重组中国国民党 就吸纳多些年轻人 成为了党员 增加了力量 在广州不乏 但是军人不服命令 是不能够发动 广州不乏这件事件 就要看看下面的注释 注释里面就是这么说的 孙中山就命令一个党员 陈炳明领兵不乏 陈炳明就觉得 战略不对 不会成功的 不适宜不乏 于是孙中山就下令 就免去了陈炳明的司令之职 最后陈炳明就率军 这个注释这么赤 一会儿我有点修正 陈炳明就率军包围总统府 即是孙中山居住的地方 然后孙中山就走 走到永丰南 然后就走得脱险 好了 整件事里面其实是什么情况呢 话说孙中山之前不是说 这个都军就是要排挤他 都军排挤他之后 他就落难就走到广东 发现有一个旧时就是革命人士 陈炳明就在广东里有自己的势力 为什么陈炳明有这个势力呢 话说就是革命结束之后 陈炳明去了广东之后 就投靠了当地的力量军人 做了他的副手 后来那个军人就传了 你可能就把军队传给他 陈炳明有支军队 也做得不错的 就将一些外来的侵略者打退了 孙中山就觉得 这个是我暴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成员 以前也是革命党 于是这样的情况下 就要求陈炳明不乏 陈炳明继续认为不行 于是孙中山就免去职 留意就是孙中山本来外来人 去到广州 接着就将陈炳明免去职 陈炳明报警就不服 问题就是孙中山完全是外来人 无端端把我的上司扔掉了 于是那间报警就找了陈炳明出生 陈炳明就不肯 说我不想违抗孙中山命令 既然他免去职 接着那间报警就施子 就是你本书所说的 施子就包围这个总统府 接着赶走孙中山 怎么赶走呢 他不是杀孙中山 这个包围就有些书 炮轰的总统府 是有开炮的 不过是这样的 里面的人听着孙中山 我们将会今晚10点开炮 里面的人听着 我们10点开炮打这间屋 简单来说 当时可能是下午5点 等孙中山就把他扔掉 即是赶走 所以整件事里面就是 这里里面 如果就这样看著色 即是你要发现 陈举明好像是一个 不合适的人 不听命 但其实当时的处境里面 一不是陈举明 赶走孙中山 而是陈举明的部下 二是陈举明的部下 孙中山完全是一个外来人 所以他对中山完全没有感情 所以就赶走 在里面有一个小插曲 留意 当时陈举明的参谋 蔣介石 就走了去帮孙中山 登上永丰南 永丰南也后来叫做中山南 这件事是重要的 重要在于什么 就是蔣介石 原因就是蔣介石 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而他在历史里面 刚刚出现 就是这个位置 你可以说就是帮孙中山 所以后来就成为了 孙中山里面的身边一个人 在这里我们就看看 当时孙中山在革命组织 又或者政治组织里面 去过演变 首先孙中山就是自己建立了庆祝会 之前在推翻满清的时候就建立了一个同盟会 然后就推翻满清 推翻满清之后 将同盟会就改变为国民党 我之前说过国民党的改造主要得力者是宋教人 所以后来宋教人被刺 然后整个控制权就在孙中山的身上 孙中山后来就是为了反对袁世凯 就成立了一个中华革命党 留意这个中华革命党的出现 也容错不 中华革命党的出现 他就是反对袁世凯专政 所谓的建立袁世民国 不过中华革命党里面是令到黄卿 黄卿 黄卿 即是当时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 搞了很久的一个 是离开孙中山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要求 所有党员是绝对服从党领袖 绝对服从党领袖 在黄卿眼中就是搞专制主义 即是专制政权 黄卿是要求民主的 而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 是违反了黄卿的理想 所以黄卿跟他炒大交 接着就没有跟从到孙中山 不过来黄卿也死了 后来在五四运动之后 他想加入多些年轻人 于是 由中华革命党变成了中国国民党 而中国国民党的目标是反军阀和三民主义 这个国民党就在孙中山手上出现了 接着就讲讲另一边 就是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的传播 1917年 就是五四运动之前 俄国革命成功 即是俄国共产党推翻了沙俄政权 而当时俄国是列宁建立了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列宁这个人 于是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布 令到中国人觉得是很大的好处 或者是很感激他 宣布无条件取消沙俄时期 再唯一实特权 即是什么都不要 那为什么会这么有利 其实原因就是 由于俄国革命 俄国的共产党成立了 即建立了他的政权之后 是并没有被其他国家承认他 当时刚刚建立 因为当时刚建立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他都不知道能够存在多久 所以当时俄加列宁就想中国那边 但中国当时势力比较弱 早点承认他的政权 所以就做了刚才这个宣布 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 好了 中国当时有没有支持 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那批年轻人很感动 于是有很强烈的亲俄气氛 我觉得西方那些国家 说是民主 但是在这个巴黎和会 都是偏袒日本 都不是做一些正义的东西 但俄国就不同了 他很正义的共产党 一成立国家之后 就立刻取消了那些再华特团 好了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两个自己分子 一个叫陈独秀 两个很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李大超 开始他出了一本新青年 《介绍马克思主义》 新青年之前提过了 五四运动的时候 接着在1919年 即是五四运动那年 苏联成立了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是帮助其他国家和地方 成立共产党 所以就帮助中国成立共产党 要帮助中国成立共产党的话 首先就要共产主义思想 就传播 而共产主义思想在哪里传播 就在新青年那里传播 好了 于是五四运动的时候 就大量传播这个 马克思主义 即是共产主义 好了 如果你看看课文的话 接着就讲这个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南洋 好了 当时就是1920年 共产国际就派了一个代表 来到中国 就和陈独秀和李大超接触 希望帮助建立中国的共产党 21年的时候 这个重要的年份 因为是中国建党的年份 在上海 在上海就召开了第一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留意是全国代表大会 即是代表了全国的了 全国代表大会 好了 就称为中共的一大 通过了党章 也通过了他们的党的名字 叫中国共产党 当时就推了陈独秀做书记 书记就是主席 你在旁边的红色就看到 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 陈独秀就是总书记 就是党的主席 刚刚提过就是代表全国 有多少人代表全国呢 大家同学看一本书的主席 当时出席的人呢 有我们后来很出名的毛泽东 当时其实就是其中一个成员而已 另外一个就是将国图 你们可能不太熟悉他 董必母等13人 13人是13个人代表全国了 已经是 其实整个党有五十几个党员而已 所以是力量非常之小的 当时只有13日 全个党只有五十几个党员 就已经是代表全国了 接下来就和同学们画一个图了 这个图我画的时候 你们又跟着在这本中史宝里面 找个空白页就画了 因为过往课堂 这个是属于筆记的一个部分 而我教的每个中三同学 都画过这个图了 这个图里面 首先要画个 一个 女子 跟着呢 就画一个男子 然后呢 就拿着一束花 好了 好了 跟着呢 女子后面呢 就有一个 胡桑佬 好了 男子后面呢 就有一个外国人 就有一个外国人 这个男子是哪个呢 对不对 好 先看 但是这个 虽然呢 这个女子 和这个男子 结婚呢 但是他们是苦了口面的哦 还有呢 哭了哦 不高興 好了 但是呢 後面這個 笑光了 這個笑光了 好高興 裡面當然是有些代表的 這個女子是誰呢 首先講這個男子 後面那個男子 這個父親 這個父親 就是孫中山 這個呢 外國人呢 就是俄國人 俄國 這個就是共 寫錯字 俄國的 共產 國際 那這個男子和女子在哪裏呢 這個男子呢 就是共產黨 女子呢 就是國民黨 好了 那為什麼他們結婚呢 喏 有片胡蘇的嘛 好了 孫中山呢 可以得到什麼呢 得到這個俄國的 資金 俄國幫他建立 軍隊 好了 而 共產黨得到什麼呢 得到一個 合法的地位 因為問題是之前 他不是一個正式的政黨 得到一個 發展的機會 但是 其實 當事人呢 這兩個 都是不高興的 那最後結果 他們這個合作 或者這個婚姻呢 是維持了多久呢 那大家同一天 就自己回去找答案了 那這個圖 你可以夾到這個圖 你就要 在一個中史報律 畫出來 你可以畫得 比我更加美 但是 不可以 不可以 比我更加不美 畫完圖之後呢 那我看看 當時 為什麼他們合作 首先呢 就是孫中山 孫中山呢 當時在 反軍法行動裡面 是連接受挫 他覺得 需要尋求外力的支持 外力支持 是什麼 是錢 是軍隊 是怎樣組織的黨 那他發現呢 俄國的共產黨裡面 成功了 因為推翻了這個 這個即字寫不到 俄國成功了 因為推翻了這個 沙俄政權 那這樣的情況就是呢 孫中山覺得 嗯 俄國呢 就可以學習他 我們可以學習俄國 那他呢 就要建立自己的軍隊 要打敗軍法 那他覺得俄國是有成功經驗 那所以就以俄為斯 以俄為斯 以俄為斯 重要字眼 以俄為斯 好了 中共呢 就的處境 就和這個 國民黨就不同了 中共呢 他們一個人數很少 剛剛講過了 就是呢 就是他們那個人數呢 全部都只有五十多人而已 那麽 那麽就全國代表大會 只有十三個出席而已 那麽 力量就很差 所以他需要發展的機會 那麽於是呢 他就跟從 那中國共產黨 完全聽到這個 共產國際指示 那麽初期 跟從這個 共產國際指示呢 就跟這個 國民黨合作 爲什麽 要發展的機會 因為不同的合作 都沒有人認識他 那麽就沒有人加入他 於是呢 基於呢 國民黨 孫生 就想 學俄國 也想得到俄國的幫助 而俄國共產國際 也想中國共產黨發展 於是 1922年呢 共產國際 派了一個人叫 而越飛越飛來到中國 跟孫生談 那兩個呢 就是發表了 孫與孫 孫 孫 孫言 那麽就呢 就是制定了 日後的國共合作了 好了 跟著 國民黨就改組 改組因為國共合作之後呢 那麽就 共產都入了國民黨 那麽就 那麽就需要改組 那麽就看回當時的情況 1923年呢 孫生就回到廣州 就重建這個國民政府 再次又想打這個 這個軍閥了 好了 那麽他呢 就在1924年呢 就召開了這個 中國國民黨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叫國民黨一大 好了 在俄國協助之下 留意在俄國協助之下 好了 改組國民黨 這樣宣派了三項的新政策 一呢 就是 聯俄用功 聯俄用功 輔助農工 二呢 就是准許共產黨以個人名義 加入這個國民黨 為什麽要個人名義呢 就是個人名義加入呢 就是 理論上 他在國民黨裏面 他的行為 行事 就要跟從國民黨 而不可以跟從他自己的共產黨的 就是簡單 如果國民黨做了一些決策 那他就要跟國民黨的決策 就不可以用一個黨的理由 我可以跟從共產黨 不行 那為什麽呢 因為以個人名義 你入了黨是用個人名義入的 不是用個黨的名義入的 所以 你不可以用共產黨的想法 那當然 實際做不做到呢 那你就自己判斷 同時間 創辦了黃埔軍校 這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麽呢 因為當時 孫生經常覺得自己沒有自己的軍隊 所以就失敗 所以 建立了黃埔軍校 就是能夠有自己的軍隊 那黃埔軍校是一個簡稱 原本的名稱 正式名稱叫做 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 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 那在下面的註写呢 也有寫的 那你可以看一看 那全名呢 就叫做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 那當時呢 就蔣忠正 即是蔣介石就為校長 蔣介石就是之前陳炯明的參謀 他呢 當時孫生和陳炯明 吵架的時候呢 蔣介石呢 就是去了孫生那邊 於是現在呢 就做了一個黃埔軍校校長 好了 周恩來呢 就是做這個政治部副主任 周恩來史索人呢 周恩來是共產黨的人 那大家同學可能都聽過的了 毛澤東和周恩來 當時兩個是重大 後建國的時候 兩個最重要的人物 是共產黨的人 好了 而周恩來是做了政治部副主任 就是簡單來說呢 他對這個黃埔軍校 或者是這個 改組之後的中國國民黨呢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力 因為政治部呢 是負責一個人的思想啊 理論啊那些東西 那樣子 好了 那麼就呢 以黃埔軍校呢 後來的人才兒子的 這樣 最後結果呢 他之軍隊呢 是統一了這個 中國 即是大家簡單來說 就是打下了軍閥 統一了中國 好了 去到這個位裏面呢 通常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 那麼大家同學都知道 今天那個政權呢 就是共產黨拿了的 這樣 那麼國民黨就沒有份了 躲在台灣那邊 那麼呢 那麼當年的蘇中山的聯盧融共 是不是一個 正確的做法呢 是一個明智的做法呢 那麼我們要看看這個 我們要看看這段說明 那麼當時呢 就是對蘇中山聯盧融共的政策呢 其實呢 有不同的看法的 那麼有一個呢 叫張玉發 這個市家 他說呢 就是蘇中山改了國民黨 對當時的國民黨呢 很大的幫助 那為什麼呢 有什麼幫助呢 一 成立了黃埔軍校 加強了軍事實力 另外呢 就是 中共呢 在一些地方 發動這個霸工霸市運動呢 其實呢 都是幫助了當時北伐的部隊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分散這個軍閥主義力 令到北伐是更容易成功 就是打下了這個 打下了軍閥那些軍隊 好 但是另外一派的學者 以國庭 例如國庭二 那才算 他呢 就覺得是否定態度的 就是呢 聯盧融共對國民黨是不好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融共政策呢 只是蘇中山自己的獨立 剛才說過 當時國民黨的黨人是反對的 也因為這個緣故呢 是令到呢 後來呢 就是國民黨內部分裂 因為有人反對 有人就是蘇中山 有人反對蘇中山 有個人威望 所以呢 蘇中山未死 那個黨都沒有分裂 但是蘇中山死了之後呢 那個黨就立刻分裂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不少國民黨人都擔心 中共是另有所託 另有所託 就是侵蝕黨 而事實上 中共真的這樣做 真的這樣做 他們呢 就是利用了合法身份 在這個國民黨內部呢 就擴展實力 那就是把國民黨呢 分成左派和右派 即是分裂成兩邊 左派是親共的 右派是不親共的 這樣 最後結果呢 是令到國民黨分裂 分裂了之後呢 於是 那個力量就削弱了 所以呢 郭庭義就覺得 這個蘇中山的做法 其實是對國民黨不好的 那對國民黨好或者不好呢 那究竟是怎樣呢 就你自己做一個自己的判斷吧 那今堂呢 第一次各國的報告 就此完結了 拜拜